近日 解放军在西部边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投送 寒冷的十月 官兵们日夜兼程 一步也不停歇 战车密密麻麻盘旋在山间 据西部战区公众号10月26日消息 近日 西藏军区某运输旅 瞄准实战需求 魔力高原铁骑 官兵们机动至海拔4800米的陌生地域 展开一场昼夜连贯多颗木长途机动试验性训练 从出发地到目的地 途中需翻越10座海拔4500米以上高山 经过150多公里的无人区 还要闯过岸兵遍布的山间公路 关多路窄 海拔落差大 让机动变得困难重重 官兵们不惧险难 把运输线变成天然练兵场 车型一路 兵炼全程 卫星侦察 敌特携扰 车轮破损 道路被毁 一个个情况接踵而来 官兵们机智破解危局险局 闯过一道道难关 除了西部战区之外 近日东部战区也在加紧练兵 日前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组织舰艇编队进行对抗演练 红方太原舰遭蓝方湘蓝舰舰导弹模拟攻击 迅速机动到主炮有效射程 调整好攻击阵位 对模拟目标展开打击 近距反击作战展开 解放军随时为战争准备着 一场场演习 磨砺了我军保家卫国的钢铁本领和坚定不移的决心